今天我们要进入耶路撒冷 来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 这个图上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什么地方 波州 亚洲 非洲 它的中间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又跟我们台湾这么像 好像我们的弟弟 因为我们比他还大 然后我们去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要干什么 耶稣一生统统在以色列 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 都是在讲以色列 所以你只要去以色列 去一趟 回来你圣经就了解得更清楚了 所以基督徒怎么样 一生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基督导一世 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你一回来以后 你的圣经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 这个是以色列 跟台湾很像 但是它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 它的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那这个以色列 我们上次讲过了 它的跟旁边的关系就是这个 以色列在这边 它的旁边是地中海 上面有提巴嫩 叙利亚 约旦 西南半岛 埃及 就在这地方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 对它的关系位置 然而它的名字呢 从以前到现在呢 曾经叫过迦南地 叫做以色列 叫做基利 叙利亚 叫做巴勒斯坦 现在叫做以色列 那我们讲把这个圣地呢 把它包成十二十四年代 这个今天讲完 下次就不讲了 它从开始 从没有文字的时间 时代 然后经过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然后到埃及 从摩西带他们出来以后 进入迦南地 然后那个分 就是他们要国王 所以这一个王国时期 然后扫罗大卫 扫罗门要分类 然后到祖前七二十年 被亚述灭掉 然后亚述又被巴比伦灭掉 巴比伦又把南国灭掉 五八六年灭掉 然后巴比伦又被波斯灭掉 波斯就让贝鲁的人就归毁了 然后波斯被希拉灭掉 希拉被罗马灭掉 在这个时候呢 耶稣降神 然后罗马后来变成鬼教 然后十字军 阿姆努克 奥图曼洛西帝国 管了四百年以后就英国托管 英国托管以后 他们以色列就开始西安主义 就是以色列要归毁 要复国 所以到1948年5月14号就复国了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 已经70年了 好 这是他们的年代 那我们要介绍以色列国把它分 分了好多个区域 我们从上面开始讲下来 这个区域叫做加利利 那加利利我们把它用加利利海把它分 加利利海的上面叫做上加利利 下面叫下加利利 那上加利利我们特别讲它的右边这一块 葛兰高地 这块葛兰高地现在是以色列在住 但是不是以色列的领土 它属于叙利亚的这个地方 这个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的上面叫做上加利利 加利利海的下面叫做下加利利 这个上加利利我们特别讲这一块 葛兰高地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比较重要的吗 黑门山 因为黑门山中年积雪 那它雪流下来就流下去到约旦河 到加利利海 然后约旦河一直下去就到石海 这一条一年到头都有水 所以这地方很重要 这个就是黑门山 然后旁边有一个澹 有一个凯萨里亚费里比 我们就介绍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黑门山这里中年积雪 第二个我们讲澹 这个澹地亚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北国就是在澹建了一个金牛肚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以前金牛肚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秋淡的地方 所以亥北国 永没有还生之余地 就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而且它也是 但是以前我们圣经讲的淡到别人十八 淡到别人十八 以色列北边的边界就是淡 然后一个凯萨里亚费里比 就是在这边耶稣问那个学生 说大家都说我是谁 然后彼得在那边讲什么 你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这个地方 盖萨里亚费里比 那这个地方呢 那他们教一个画家就画出来 应该是这样子 以前是这样子 这有一个庙 神庙神庙 那这个神庙的旁边 后面 这一个洞 那边水倒性还在流出来 倒性在流 那这个洞他们 他们弄了一个潘 潘神岩洞这个地方 这有他们那个神龛 这边水还在流出来 这是上加利利 那下加利利呢 就是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 我们介绍了加利利海 介绍了约旦河大晋池 可能在加利利海出口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介绍了 格拉逊加白龙塔加 然后还有加利利亚贼比 迪比利亚加拿 那啥子 那简单 大家复习一下这就是加利利海 但是你在圣经 你会看到很多个名字 有时候叫加利利海 有时候叫加利利湖 有时候叫基尼内湖 格里沙勒湖 提比利亚海 都是这一块地 这是这个地方 那约旦河大晋池 他们现在弄这很多 那分禁 禁礼的地方 然后有那个格拉逊 他有一个犹太会堂 很完整的会堂 所以要研究以前 那么犹太人他在做礼拜的犹太会堂 可以到这边来研究 这个地方 里面有摩西座位 然后加白龙 可以看到 这边有犹太会堂 这边有一个主前一世纪的岛屋 这边有彼得的家 现在建立一个教堂的地方 可以看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个会堂 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地方就是主前一世纪有人在这边住 这个岛屋 然后这个是彼得 这个底下就是以前彼得的家 现在上面建了一个教堂 那边有一个教堂 然后呢 耶稣最后跟他的学生在海边 他准备鱼给他们吃 所以他们认为 耶稣是在这个石块上面弄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石头从那边一半 在这边一半留在里面建立一个教堂 就是这个圣彼得的教堂 所以里面因为耶稣问他 你爱我吗 所以有一个雕像在外面 然后旁边也有一个五饼二一堂 这个五饼二一堂 很漂亮的马赛克 然后还有巴夫堂 就是马赛呼音那个巴夫 在这上面 巴格夫器 好 然后呢 有提比利亚这个很早以前 罗马时代的建筑物还遗留下来的 然后到加拿有结婚堂 那旁边 因为有一个西纳政教跟天主教 他们两个人认为不同地方 所以弄了两个教堂 那拿撒勒就是天使去跟玛利亚说 你要怀疑圣旨 那天主教认为他是在他家里跟他讲的 那希腊政教认为他是在马赛打井的地方讲的 所以有两个教堂 那这个是天主教的 很大的一个教堂 那这上面呢 可以看到 是福音的作者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字写道指 你作声 这边有旧约的语言 这边有新约的语言 这很大的一个教堂 那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人家受去的这个圣母圣子 这个是写的中文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窦南 天主叫受的 这是辣相 就是这叫圣母圣子的相 那旁边他们认为 应该是玛利亚在井边的时候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圣母井堂 里面有一个井这个水源 那在旁边还有一间 他们认为约瑟可能就在那地方 他的工厂就在那地方 那因为他这边是在讲约瑟 所以约瑟抱烟海 你们都是看到 玛利亚抱烟海 只有这个地方是约瑟抱烟海 那这个加利利 不管上加利利下加利利 在底下呢 就是耶稣列平原 这个大平原 这个平原就在这个地方 耶稣列平原 我们现在也介绍一些地名 耶稣列 塔坡山 那个基利坡山 哈利全 敏基多 加密山还有一个坡山 这个就是塔坡山上面的 耶稣在这边登山变茂 所以里面呢 有耶稣变茂 旁边有谁 摩西 伊利亚 好 那旁边也在下面有个基利坡山 因为扫楼跟他的儿子 通通在那边战死 所以大卫把他坐着 所以这个山到现在都来逛秃秃的 基利坡山 那另外一个有哈利全 就是基殿在那边挑选勇士的 三百个龙石就是在那边的地方 那这个米基多 这个是战场 你看这个高谷你就知道 这个米基多那边考古已经发现有二十层 这个底下有二十层 那就像我们这次花莲地震 有的点下去 对不对 九二一 有的三楼变成一楼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他这个地方就一层一层 一直盖上去 他们考古已经发现这里有二十层 耶利一个有二十三层 很考古 就是这个 这样子一直下去 那加密山 先知在那边打败 那个巴黎先知 第1号 那他们有个博善 这就是圣经讲的 比加波利 比加波利就是 Decapolis 就是十个层 这个博善是 约旦河左边唯一的十层之一 所以这个要去稍微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他已经发现这个 很早以前 这地方就有一个 他们行政中心 所以有的 建设很不错 好 那今天就开始要介绍 耶路撒能 那耶路撒能呢 我们稍微讲它的历史一下 我们用 只要来分 我们用它的城墙 用城墙分界 来把它定十个阶段 这个就是现在的城墙 耶路撒能 你现在去一看 你会看到这个城墙 那用这个城墙当分界 来定它的十个年代 它会这样子 一开始 现在城墙是在这边 但是一开始大位的时候 耶路撒能是只有这样子 然后所罗门就扩大了 然后慢慢慢慢 大起来又小起来 大起来又小起来 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这样子 耶路撒能 那我们这个来介绍 这个十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 这不就是这个十个时代 我一个人介绍 第一个是大位城的时候 就是耶布斯城 圣经有名叫做耶布斯人 对不对 耶布斯人 那后来他们发现 在这个大位城里面 其实四千五百年里 就有人在那里住过了 那更早呢 圣经其实早就想过了 创世记 十四章讲到什么 麦基喜德 为亚伯拉罕祝福 对不对 他说撒能王 什么叫撒能王 就是耶路撒能 当时耶路撒能有一个王 叫做麦基喜德 所以很早很早就有 这个耶路撒能 这个地方 那到耶稣亚 代理以色人进去生命以后 他们虽然 击败耶路撒能里面的 那时候的人叫做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 他们打败他们的 在圣经有记载耶稣亚记 但是他们不能赶出 住在耶路撒能的耶布斯人 把他们打败了 但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耶布斯人要跟他们住 住在一起 一直住到什么时候呢 住到大卫的时候 到大卫 就是四百年以后 到大卫的时候 圣经写说 大卫从水锅进去 把那个耶路撒能打败 把他占领起来 把他改成大卫城 圣经是写 从水锅进城 这个水锅 现在考古起来知道 它就是华伦酒刀 等一下会 给大家看 所以到大卫的时候 才进去把他占领起来 叫做大卫城 就是这个 当时只有这样子 这是差不多 祖联十世纪的时候 第二世纪就是所罗门了 大卫以后就换所罗门 所罗门就开始扩展了 把他开始一直扩展一直扩展 一直扩展到往上上 扩展到圣殿山 圣殿山里面就建圣殿 建宫殿 然后所罗门死掉以后 以后分成南北国 对不对 那所罗门有的人 常常跟旁边的人打战 所罗门就是变来变去的 这个就是大卫的时候 那所罗门把他一直往上扩 这个就是圣殿山 他往上扩到圣殿山 把他通门包裹起来了 所以所罗门的时候 耶路上是这么大的 这么大 这个 大卫呈在这边 他往上扩 这黄色通通是所罗门建的 变成这么大起来 所以就连上来了 这个就是 耶路上就是这么大的 好 然后来到西西迦 西西迦之后 他是亚述来了 亚述722年把北国灭掉 灭掉之后很多难民就跑过来了 所以跑过来那些人不够住 就开始往旁边 往西边一直扩 扩到变成 当时四倍大的 就是到西 那个北国被灭亡的时候 南国一线就跑过来了 那时候的罗叫做西西迦 这西迦就为了那个 因为西亚述一直清过来 那西迦开始建立一个城 把它围起来 那后来城边被打掉了 被破坏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可以挖到一些 西西迦当时候的城墙 那西西迦不然这样子 他因为怕那个敌人大埃里面没有水 他又造了一个西迦水道 然后从外面把一个机器权那边 把水引进来叫做西迦水道 这个水道现在还在 而且我们也会去走 就等下会减少 这就是这样子 所罗门的时候只有到这边 但是后来因为亚述把北国灭掉 北国因为很多人就跑过来 跑过来就不过 这边不过住就往这边一直扩大 到这边过来 现在变得这么大了 这是西迦的时候 那后来呢 就有尼西迷 他们就 那个尼西迷不是回来重建城墙吗 那时候又小了 那时候他只是 所罗门比所罗门之内还小 只剩下这样子 西 本来已经 到西一下子已经扣到这样子 但是尼西迷的时候只剩下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们被打败了 那后来呢 那个亚述被 亚述被巴比伦灭掉 巴比伦被托斯灭掉 对不对 托斯被谁灭掉 西啦 那这个在这个托斯的时候 这个等一下这个 前面这个 这个哈斯莫尼就是 那个在西亚的时候 亚利三大死掉以后 就被人分成四个领袖 结果一个是叙利亚 一个是埃及 这两个最大 这两个最大 那这两个最大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叙利亚 后来到叙利亚的时候 到伊比分尼的时候 因为他补入了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就有那个 马加比起来革命 那就是哈斯莫尼时代 就是在一百 主角一百九十几年 他们把这个伊比分尼都打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向西向北一直扩 所以一直扩大 就这样子 又扩大起来了 就是因为就是在叙利亚 就是叙利亚跟埃及 亚利三大结束以后 变成埃及跟叙利亚 这个被马加比起来革命以后 打败以后就是扩大成这样子 叫做哈斯莫尼时代 那后来呢 这到希腊又被罗马灭掉 罗马他的主权 六三年之后 旁贝将近来来统治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派那个大西利做分封王 这就是我们圣经信约时代的 那大西利来说呢 他就把这个更扩大 扩大更厉害 他大西利建的圣殿 把那圣殿重建 然后宫殿就建的很大很大 变成这么大了 那就本来所罗门只有这样子 大西利扩建的 绿色通用是他建的 所以扩大这么大了 这是到大西利的时候 那但是到后来呢 到那个以色列人又叛变 在一三五年的叛变之后 被哈德良把他拼定 那哈德良起来 把那个叛变拼定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改名 改成埃利亚加多列 然后呢 就限制这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他改这个名以后 就补上以色列人进来 通过补上那些犹太人进来 那时候他的范围差不多 跟现在人一样 差不多大小而已 差不多只有这样子 差没有多少 那是到后来呢 换那个基督塔林起来以后呢 他把基督教列为国教 诶 以色列又可以回来了 犹太人又回来了 不但回来了 那个海德纳啊 那皇后来 一看一看以后 因为他们居然也是国教的嘛 他就去呢 他就开始建很多教堂 那当时候他们之前被限制回来的时候 他们把一些那些 那些耶稣的很多教宗的地方啊 都把它建庙 要把它破坏掉 结果他们回来以后 这个皇后回来就找 找那些庙 就找到以前耶稣很多的 角积的地方 所以他建了很多教堂 圣母堂啊 主导文教堂啊 一直 然后就 把那个耶路撒冷就扣打起来了 变得这么大 这是因为基督坦丁 把基督教列为国教以后 他们又开始 一直强大起来 但是后来回教过来了 回教过来以后呢 他把他 这个圣殿上被他们占领了 所以他们呢 那时候就建那个现在的金体 现在看的金体的移民 就是那时候建的 那是雅撒士跟圆林建的两个 都现在还留在这个地方 好 那到1517年 换土耳其把那个打掉 把那个回教打掉以后呢 他们中间当然有经过十字军 经过盲目门克 最后那个土耳 奥特曼帝国起来以后 就把整个都重建 包括现在的城墙 就是那时候建的 所以那个城墙 当然已经在500多年了 现在的城墙 就是那时候建的 那到 经过400年以后 1517年到1917年 他们突袭被打败以后 就变成英国托管 英国托管 那时候他们 耶路上是他们的首都 到1918年 以色列复国为止 那到1948年 到1918年这中间有中东战争 这个下一次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就会再讲 那这个战争以后 以色列每次都赢 五四中东诞生 东东赢 但是他那个土地 抢过来抢的太多了 人家就出门说 你这样不行 你要还人家 所以到现在有地方 还搞不清楚 包括这个地方 耶路上能 但是这个时候 那就是混成 东边跟西边 东边是 约旦 巴勒斯坦的 西边是 以色列人的 但是1967年 他战胜了 他把东边收回来了 可是收回以后 人家国说 不行 你要还人家 所以他现在 这个东边 到底是谁的 也不知道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国会宣布 耶路上能 是我们永远的首都 当然包括东耶路上能 那巴勒斯坦认为 东边是他们的 西边才是以色列人的 那个川普呢 他的女婿 又是犹太人 对不对 他就很支持以色列人 那以前 他们的总统 每次都宣布 我们要让耶路上能 成为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每一个总统 上一个都不敢讲 都给他一直演 一直演 演到川普 那次想到的时候 就宣布了 耶路上能是 以色列人的首都 结果大家很不高兴 对不对 因为巴勒斯坦认为 东边是我们的 我们以后也要成为 东边 耶路上是我们的首都 所以这个东西 倒是还搞不定 他们以色列人 认为他们 是他们的首都 但是国际呢 认为他们的首都 是特劳维夫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 1967年 因为他们战胜了 他把他抢回来了 可是联合国说不行 所以真的搞不清楚 好 在1967年他们战胜 战胜国会也宣布 整个耶路上都是我们的 他宣布不说服的 就不管他了 你看整个东西他们的了 好 这就是到现在为止的 那个耶路上就用这样子来分 从大卫时代到索欧门 到西西迦 尼西米 哈斯莫尼就是那个 马加里的时候 到大西义是最大的 大西义的时候 然后又哈德良 到现在是这样的 好 这是耶路上 我们用这样子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再讲他的地理概况 第一个他有很多个谷 有吉伦谷啊 新任之谷啊 这个圣经都看得到 你们圣经都读到这几个名字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是圣殿山 橄榄山 吉伦谷就在这里 好 那新任之谷就在这里 好 因为你知道这个 这个是以前铁土填起来的 所以铁到这边 那旁边就是谷嘛 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吉伦谷 这边是新任之谷 那另外一个 吞了片谷在上面 那我们来看这个吉伦谷 这个吉伦谷呢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这是高起来的 对不对 那旁边就是 下一个就是谷 就是谷 这个吉伦谷呢 以前在国王 那个王国的时期 他们是平民的坟墓的地方 所以现在考古家 在发现很多的坟墓 就是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坟墓 那犹大王经过亚撒 西西加 耶西亚 他们有宗教改革 所以百姓偶像都冲掉 偶像哪里去哪里呢 一直丢到这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那个吉伦谷一直丢 一直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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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丢起来 已经比以前 已经高12公尺了 而且向东 已20几公尺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吉伦谷 那这个吉伦谷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坟墓 是什么坟墓呢 亚撒隆的坟墓 还有先知改撒利亚的坟墓 可以看到这种地方 这个是吉伦谷 好 这个是亚撒隆坟墓 现在还在 人这么小 这个是先知 撒迦利亚的坟墓 好 第二个我们讲 先认子谷 先认子谷在这个地方 这先认子谷呢 它一直连过去 就连到 那个吉伦谷 连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 圣经有记载 以前他们在那 叫金火 金火就是 献上的子彌 当祭物 他们建立很大的一个偶像 那个偶像所生出来 那个小孩子就 躺在这个地方 下面就用火 就在那里烧 把小孩子烧死 献 献祭 叫做金火 所以你可能看到 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新认子谷 所以呢 新约的那个 希腊语这个批语呢 他跟新认子谷 新认子谷 同样一个字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地方是 以为我审判的地方 把它当作地狱 新认子谷 它的名字又叫做地狱 所以谷叫做好吗 那个谷上面叫溜垃圾啊 越溜越多越溜越多 就一吞吞起来 那推荒变古呢 是在旁边这边 这个推荒变古 我们没有 以前圣经没有这个名字 圣经讲什么样呢 旧约 立来之下有说 古 他们这回 这个旧约里面 只讲这个古 就是现在这个 推荒变古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他们堆会器物啦 然后希腊改建的时候 把一些东西丢到那边 到现在比旧约的时候 已经高三十几公尺出来了 这几个古就是 他们慢慢掉东西 一直舔一直舔 好 这是几个古 那耶路山这边还有几个山 我们可以看到橄榄山 鬼扎山 这些山 我们再看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古 那山呢 橄榄山在右边 鬼扎山在下面这边 那有一个分水嶺三级 这边有个厄斐勒山 有个西安山 这就是圣殿山 好 我们先看橄榄山 这个橄榄山 差不多高了八百多公尺 这个橄榄山我们在圣经给 常常看到 在特别的新约 常常讲橄榄山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一路上的旁边 这个地方就是橄榄山 来 这个橄榄山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橄榄山 旁边一个鬼扎山 是下面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分水嶺三 那分水嶺三级是在左边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二菲勒山呢 是在这里 那二菲勒山这边呢 底下就是大卫城 所以这个地方呢 二菲勒山 就约 那个大卫城 跟榄布石城 就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现在的二菲勒山呢 我们又叫做大卫城 那它跟那个中间有一个 二菲勒靠谷公园 这是地方 这是圣殿山 这是大卫城 中间有一个二菲勒靠谷公园 那另外一个西安山 就在旁边一点 这个地方 西安山 那这个西安山 这二菲勒山就在旁边 有时候有点搞乱 这个西安山 西安山它的名字 有时候叫做二菲勒山 有时候叫做圣殿 圣殿山 一路上 这个西安山 这个西安这个字 萊勇 他们有时候 就换为很大 你知道以色列那些 要复果的时候 他们就是西安主义 西安主义就是说 他们要回去以色列 就是西安 所以西安到底 包括整个以色列 包括耶路撒冷 包括圣殿山 包括那个山 都可以讲 只要讲西安 Zaios 就是回到以色列这边 西安主义叫Zaios 好 那圣殿山 这个圣殿山 这个是这地方 圣殿山 现在就是有一个金体 一个银体就在这里 圣殿山也叫做西安山 可是西安山可以讲很多地方 叫摩利亚山 因为他们认为 亚伯来献以撒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摩利亚山 那这个圣殿山 这个圣殿山跟大卫城之间 本来是一个很低窝的地方 那那个大西里就用那个地方 把它一直扩大一直扩大 我刚刚讲的把它扩得很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是低窝 他把它填满 把它一直弄很多这个建筑这边 大西里就是扩大这么大的 好 那我们开始来介绍 因为当然有些景点 因为当然有些景点 我们把它分成旧城跟新城 那主要是介绍旧城 新城那些新的就比较不重要 这些旧城就跟圣经很有关系了 我们可以介绍橄榄山里面有些什么 大卫古城 西安山古城 这个 这一个 新城在这上面就不管它了 那旧城这个整个通往是旧城 那这个旧城我们有给它分 分成这边是橄榄山 这边是大卫古城 大卫古城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还有一个西安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古城 这个古城 然后这边有一个吉伦谷 来我们讲橄榄山 这个橄榄山 圣经很多很多都是在橄榄山发生的 所以你在读圣经你会常常看到橄榄山 大卫呢被迫离开耶路上的时候也是 经过橄榄山 耶路上要离开耶路上也是停到橄榄山 耶稣在科西马里面祷告 那个地方也是橄榄山 耶稣圣圣圣圣圣圣的时候也是橄榄山 还有很多修道院啊什么 但是要破级 那突然地狗的时候呢 他就说要争税税税 是按树木来建 你有几棵树木你要缴多少税 所以他就把一些树木都砍掉了 这是当中地狗 所以现在树木不是很多啦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以前的树木 所以我会先介绍这几个 科西马里面啦 万果教堂 祖岛我们教堂啦 祖神殿教堂啦 祖七教堂 第一个科西马里面 这科西马里面就是谁 科西马里面就是那个 橄榄山教堂王 他现在的样子就跟耶稣时代差不多 然后呢你里面你可以看到八棵 三千年以上的橄榄树 橄榄长得怎么样 就这样子 这已经三千年 耶稣时代的那个橄榄树现在还在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万果教堂 这万果教堂是十六个国家一起建筑的 一起建签的 然后他们呢 玻璃通用红紫色 所以左地区里面他会觉得阴暗阴暗的 表示耶稣在那边 最后在那边祷告的痛 所以有一个给他叫做 碑谷教堂 这个地方 这个教堂 这个教堂的正面是这样子 这边有三个拱门 那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就在那一块石块 在那边祷告到列有如雪 对不对 所以那一块石头 他们就用在那个石头当作那个圣炭 就能建立一个大的教堂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 那外面是有三个拱门 那拱门那个柱子呢 就是四福音书的座子 这一个 这个四个福音书的座子 这三个拱门 这个万果教堂 那这个后面进去以后 你往里面走 你会看到三个图案 一个是犹大在清嘴的那个图 一个是耶稣很忧伤 第三个耶稣被 这个就是犹大清嘴 第二个耶稣在那边被哭 第三个你再抓耶稣 好 那我刚刚讲一个大石头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在那边祷告的 那他们就把那个大石头 用那个合金把它围起来 围起来那个是好像荆棘一样 你看 这个就是那大石头 那这个就好像荆棘一样 把它围起来 这就是那个圣子最前面那个圣坛的地方 好 这就是外国教堂 这个都会进去参观 另外一个祖岛文教堂 他们相传的 这是耶稣教学生祖岛文的地方 那这个祖岛文教堂 因为以前被法国买去了 因为公主买去了 所以现在去大概 它会差一个法国的国旗 因为它献给法国 但是这个地方后来改建了 变成一个修道院 修理院 那这修理院后来就改成一个教堂 就是现在这个教堂 现在这个教堂 那这个教堂里面呢 有124种文字写什么 写主导文 这个就是中文 这是1977年 10月10日双十节 中华民国朝圣团 这是我们24年前在那边听那个导游 我在介绍 这是12年前 第二次去的时候 听到讲法 其实在讲解 好 另外呢 有个祖神经教堂 他们认为耶稣应该是 在那个地方 踏一下就伸上去了 所以有个脚 有个脚 那个足迹就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建立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 里面有个脚印 这是12世纪的时候 十字经见着 这个小小的教堂 里面有个脚印 然后呢 另外有一间主器教堂 就是耶稣看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他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 在那边哭 所以这个教堂它的外形呢 就用个眼泪 然后那旁边呢 有几个柱 就上面就一个好像泪品在 在说那个眼泪的那个 这样子 这个好像个眼泪一样 那这个有很多瓶子 这在说那个眼泪的瓶子 这叫主器教堂 那这个教堂的前面呢 有一棵树 他们把它叫基督的经纪 为什么 因为这一棵树它的那个针啊 特别长 特别长又尖 他们相信啊 耶稣那时候那兵丁不是被一个荆棘给他带上去吗 很可能就是从这一棵 拿那个经纪去的 这个别的地方靠不到这么长的真的 好 另外一个伯大尼就是耶稣常常去 常常去那个伯大尼 在到耶路上旁边那边 耶路上在这边 耶利哥在这边 伯大尼就在旁边这里 耶稣常常去那边 他有三个朋友 就是谁 玛利亚 玛大尼跟拉撒路 拉撒路就在那边死掉的一个墓 对不对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个拉撒路进来教堂 这个时候他们用一个那个钳筒做的 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 好像冰冰的 好像有点进入那个坟墓的感觉 这个就是拉撒路教堂 可以看到玛大 拉撒路 玛大尼 然后呢 旁边 在旁边一点有一个拉撒路的墓 这个是拉撒路的墓 从这边进去 好 这是伯大尼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会介绍的达瑞古城 就在这个地方 达瑞的古城 这个达瑞古城呢 三千年前 这个是一步四人的 那这个底下呢 有一个泉水叫基信泉 那说大卫呢 就是从这个基信泉这个水进去 从那进去约路上才把它供下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达瑞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几个 几个基信泉啊 西加水稻之内 我们先看一个基信泉 这个泉 这基信泉呢 到现在还有泉水在出来 到现在还有泉水在出来 每天喷出来的水 可以供应两千多人 这个就是基信泉 这像是以前他们西加他做水稻的就是这样子做S型 这等一下西加水稻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要介绍这个 他就从这边把这水移进来 这基信泉 那一个滑轮颈道就是圣经有讲到的 这个 这个颈道是1867年有一个滑轮滑现的 所以我们把这滑轮颈道 或者叫做耶伏斯颈道 这个颈道是什么呢 就这样下去 往下进 往下左下进去颈道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这边是基信泉 那个西加水稻这样进来 进到西洛巴尺 那个呢 这个就是滑轮颈道 就从这边就直接就下进去西加水稻 然后要到基信泉就这样出去基信泉 所以基信泉 西加水稻 这是滑轮颈道 它的关系就是这样 好 那西加水稻就是刚刚那一条 整条那一条 这一条是510公尺的 它把基信泉引到西洛巴尺 那这个有什么伟大你知道吗 第一它证明西加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的国 这没有错吧 第二它当时 这几千年前 它派两组人 一组从这边 一组从那边 然后就这样打 一直打一打打进来 而且是打一个S型 结果最后它经常碰在一起 没有误差 这几千年前的事情 一个从这边 一组从这边 一组从这边 就S型一直打进来 然后 那这个在打的时候呢 因为 那个 它两边不太一样 那个石头不太一样 所以有一边打得比较多 这等一下可以看到 那这个 它们打完这一条西洋水道呢 最近 就是1880 有一个小朋友 发现 这样的井道的旁边 一出口这边六号水道 结果有一块什么 有一块碑石在那边 这块碑石就是这样子 那里面就写六行字 这是六行字 这个六行字就写什么 他们当初怎么样找这个水道 这个叫做西洋亚别文 这个现在放在伊斯坦堡的那个博物馆里面 他们就是那个工人把它写下来的 那 就是这个 那 原初呢 现在那个地方呢 就放一个仿造的 把这个东西仿造 放在这边 让大家看 真正的这个东西放在博物馆 他们就是这样子 打一个S型 那南边这边呢 挖得比较快 他们挖了 五百一四公尺他们挖了两百七十 那边那边那个食物比较硬 所以比较慢一点 但是 居然 蹬在一起 那平均 差不多1.8公尺高 两边落差呢 二公尺而已 所以那个到现在还有水啊 就是这样子 你们现在会看到的 刘伊斯在那边 那你看啊 这个水还有这么高 那这个水一出去以后 鸡下车一走出去以后 就冬到 西路阿尺 这西路阿尺可能 当时只是一个 煮水池而已 耶稣 叫一个虾子去那边 西路阿尺 眼睛有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西路阿尺 这是当时我们去的 你看 这个已经裤子湿到这边 但是我们的 漏洞 既然没有湿 我裤子都要弄到这么高了 这是西路阿尺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介绍西安山 就是这个地方 这西安山 整个西安山 这西安山 你们可以看到 基敏教堂 可以看到 耶稣昨晚穿那个马可罗 然后有一个 大卫 他的衣服 放在那个地方 来 第一个是基敏教堂 叫做 该雅法 应该是 那个耶稣 后来被抓去那个地方 那彼得在这个地方三次不忍忍 结果基就叫起来了 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基敏教堂 这上面有一个公鸡 这个公鸡 这个 那个耶稣在那边 这个里面 然后教堂里面 好 然后他们在这个基敏教堂 会到地下室去 地下室呢 应该是耶稣 在那边编打的地方 那边有个系列是 应该是耶稣最后在那边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 也是耶稣 在那边跟他们吃完 最后会经过一个石阶走过去 这就是 可能耶稣就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耶稣曾经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耶稣走过这个地方 好 那最后本产楼 这个地方 又叫做马可楼 为什么 因为这一间楼 它的产源是属于马可的母亲的 那耶稣就在这个地方 设立最后很惨 那这个马可楼 可能以前是一个会堂 也是一个初期教会的总部 但是后来被毁掉 就重建 毁掉到重建 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十字经把它建成两层楼 那1335年 方基伟把它迈过来 就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呢 1500又被毁回家 把他们那边干走 被人回家站的那个地方 回家站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把它修 修什么 修成了回教的一个样子 这里面有壁刊 把它弄好像回教式 这里有一个壁刊的人 面向卖家 这边有一个金橄榄树 里面 因为回教都是清真事理 都是空空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面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柱子的这里 我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念什么 替虎是不是 这有三支替虎 这个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你知道吗 这种替虎的母的 在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她会叫她的小孩子呢 吃她的胸部 吃她胸部的肉 然后吃一之后 这个小的替虎就不会死 但是母亲就死掉了 所以她们用这边来影射耶稣 耶稣定十字架 为我们受苦 就怎么样 这三支 你看这两支小的在咬她的胸部 有没有 这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有那个拜占领的时候 留下来的东西 十字经时代留下来的东西 这边 外面看都不太一样 这一个拜占领的时代 一个十字经的时代 好 那这个楼下呢 有一个大卫总 大卫总就是他把 大卫势力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就把她衣服 认为她的衣服 把它放在那边 那这个楼下就是 认为是大卫的地方 那可能他们认为不是 但是因为当时候 耶稣上被占领的时候 他们不让他们去 不让犹太人进去 他们就跑到这边来 把这边来祷告 在那边哭 但是后来 有一个回教的历史学 认为这里应该是 那116年有一个犹太人也说 这个是 他们就好 那是 把他变成犹太人圣地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犹太人被打屠杀的时候 他把一些东西抢救回来 把一些拓拉 那他们立法书就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里面呢 可以进去 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带回来的东西 还有包括一些赤酒像 外面是一个大卫的这个像 然后这边有写大卫 然后呢 他们认为应该是这个 所以他没有找到尸体嘛 就把衣服放在这边 他在里面 然后呢 又跟哭脚一样 男女受伸不亲 所以把这个 这个 那个木 那个官 官母 中间隔起来 男 男生在左背 女生在右背 这就是把它搁起来 你看到 这样子搁起来 搁起来 这边是 女生在这边 男生在这边 这很多雕 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大卫种 好 那另外一个 最后有一个雪田 这个雪田就是 当时候犹大自杀 家人犹大自杀 有没有 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 那些祭司 就用这个三十块钱 他拿起来退 就用三十块钱买的这个 这个地方 就给外乡人 那个埋葬的地方 这个 这个 这片 好 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 约翰的那个古城区里面 很多的东西 就下一次再讲 好 介绍这个地方 谢谢 谢谢 谢谢